副總賴清德 率團出訪友邦巴拉圭 今天反抵國門 賴清德表示 臺巴展現兄弟情誼 雙方會持續深化合作 而針對中共揚言反制賴清德出訪 一連五天在南海展開射擊演習 美軍航艦雷克號打擊群 也被揭露 部署在臺灣東部外海 而美日韓峰會也將要登場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泰重申 沒有人願意看見臺海發生衝突 也沒有理由發生 副總統賴清德擔任特使 率團出訪友邦巴拉圭 新任總統貝尼亞就職典禮 十八號反抵國門 賴清德強調貝尼亞在就職演說 罕見兩次提到臺灣 展現兄弟情誼 雙方會深化合作 並強調國際社會非常重視臺灣 全國人民不管各行各業 因為大家的努力 讓臺灣的實力越來越強 也讓國際社會看到臺灣 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因應賴清德過近美國恐升高台 還緊張 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揭露 航艦雷根號打擊群 部署臺灣東部外海 美軍證實雷根號 正在西太平洋執行任務 中共也揚言強力反制 賴清德出訪 十八號開始一連五天 在南海進行射擊演習 國防部表示 中共演習範圍屬禁案例行性射擊 國軍都有掌握情勢 可能是擔任一個嚇阻的角色 就是避免中共蠢動 第二個也不排除類似 這個裴若西在八月防台的時候 美軍也是派出航艦 在臨近的水域進行待命 有這個護航的味道 共軍東部戰區仍釋出最新統戰意味的戰訓影片 國防部則以守領海守中線 守主權影片反制 不讓共軍跨越我方領海 侵擾中線進犯主權 尤其美日韓峰會十八號登場 臺海將是討論重點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十七號重申 沒人願意看見臺海發生衝突 也沒有理由發生 記者黃姐姐吳家寶 臺北報導